一开始首先来关系一个最新的消息 台中市警方查误一处铁皮屋私设的加油站 以每公升低于市价7元 贩售来历不明的955千汽油 最新的情况我们要请记者陈宇柔来告诉我们 宇柔 好的主观中通画面可以看到呢 警方是进入到台中市的这一处铁皮屋内 当场是查获了将近800公升的汽油 还有除油桶 加油机等等的证物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铁皮屋是在台中市南屯区三明星路的一个地下加油站 叶者是以每公升低于大概市价7块钱 来贩售来历不明的这个955千汽油 我们听一下队员的说法 他油行的来源是像一个抽好阿松的篮子 所购买 他购买的油价是20块5 20块5过路 以27块5卖出 卖给不特定人 大部分加的都是计程车司机 因为普通的人不会加这种油 好的事实上呢 这个警方搜索的时候 刚好是由计程车来前往加油的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业者他是为了要扩展市场 甚至还印制名片 甚至呢 还标榜说要提供外送等等的服务 还仿效这个百货公司 印制每张300块钱的折价礼券 只要是介绍客人呢 就可以得到这个300元的礼券 警方呢是和这个中油公司 还有金发局的人员前往搜索 带回证务 以及将核心负责人带回证办 以上是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镜头交换给彭林主播 好这次的油行呢 美工生比外面呢便宜的七块钱 目前的还要来进行了解